大家好我是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讀 我这影片录到一半填得下来去查字 因为我发现我对这两个字的意思还是不太够清楚 所以拿两个字 有一个词叫做诸如 另外一个词叫做矮人 它分别是dwarf跟midget这两个字 midget这个字已经不能用了 因为它是一个冒犯人的字 这是derogatory被认为就是 derogatory就是要侮辱人的 derogatory dwarf还可以用 它的分别是什么呢 我刚刚找过了你就不用找了 简单的说midget是 它的身形大小是呈比例的缩小 所以想象一下一个小版的人类 这个就是有麻烦人的字 dwarf则是你就是矮 而且你的矮法是可能你的身体比例是不太成 平衡的 腿特别短 或许是 或许腿跟上身特别短 然后手比较长 我不知道 但总之 它说那是一种基因上的一种状况 so it's genetic condition ok so genetic condition 那但是midget呢 则是似乎从我刚刚的文字读起来 好像就不是属于基因上的一种变化这样子 但总之midget是现在是offensive的字 请你不要用 不可以用 那有没有别的词可以来取代它 little people 所以不是small people 是little people 好 ok 所以这里we get out of the way 那我们现在来看这篇到底要讲些什么 人家说奇怪 你不是标题写的是跟婚礼相关吗 呀对啦 但是为什么我去找婚礼相关的这些词 来介绍给大家 是因为我看到这一篇reddit上的很扯的文章 她说很折替 她说我的那个又笨又无知的那个姐姐还是妹妹 so my stupid and ignorant sister ask my other sister and her boyfriend who are dwarfs to be the flower girl and the ring bearer in her wedding because she thought it would be cute 好如果你听懂你下巴已经掉下来了 再说的是她要她的 就是她的那个结婚的那个姐姐还是妹妹 要她另外一个姐姐还是妹妹 以及那个姐姐妹妹的boyfriend 因为我说的好啰嗦 因为sister这个词真的不知道是姐姐还是妹妹 英文就是如果在这里 跟中文比起来 因为我们中文有姐跟妹 英文没有 总是她要那一个 另外一个姐姐妹妹跟她的男朋友 来当他们的那个花筒跟 那个傻花的小女孩 那正好她跟 她的这个姐姐跟她的男朋友 正好都是dwarfs 就是爱人 那你知道那个花筒跟小女孩 他们必须是真的小孩子 不是因为你要长得矮 你就可以去当花筒 干 所以这事实上超侮辱人的 所以下面这个描述就是说 我还真希望我在开玩笑 i wish i was kidding but i was not ok 所以他们都是超过30岁了 都不是小朋友的 not kids 但总之 而且他们都并没有这个发展上的延迟 所以没有developmental delays ok 然后还讲一下他们的工作 但总之啊 很不巧的是他们都不到40高 ok under 4 feet tall 所以被要求当那个 进驻那个wedding party 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重点 其实算是wedding party这个概念 像是wedding party是wedding的派对吗 也不是 这个party的意思就是一个 你知道party也可以是一群人吗 这样子所以party 像如果说今天你去吃饭 你要说哦 请问你们有几位 所以他的问法就是 how many of you how many of you ok so what's the size of your party 可能这样子问 那你可能说 哦我们今天有5个人 party of 5 所以party of 5 但你可以说table for 5 也是可以的 table for 6 但你也可以说party of 4 也可以的 ok 所以我打一下 我们讲party of 什么东西这样子 然后加上那个数字 这样子 就总共几个人可以这样子说 好anyway 所以所谓的wedding party就是 一起参加婚礼的这些人 你说好 婚礼有什么参加不参加 不就是一男一女去结婚 或者是同性也可以的话 这样子 或者是如果我们把同性 再继续延伸下去 因为我们说这是一个slippery slope slippery slope 如果你允许同性结婚了 他们的论点是 那接下来你说不可以跟你的任天堂结婚 你听过那个就玩那个任天堂DS 玩一个培养少女的游戏 日本就有人这些宅男希望他可以跟这个培养出来的少女结婚 所以如果同意可以结婚 为什么不可以 这还是差太远了 我认为 但总之就是反对同性婚姻的人的一个说辞 他们说这是一个slippery slope slope是斜坡的意思 就你今天不挡这个东西 那下一个东西也挡不住 因为这个斜坡就是一路滑到底了这样子 所以到最后你可以跟你的桌子结婚 如果你很爱你的桌子的话 好我不是说在defend这个东西 就defend这个立场 我觉得这个立场是荒谬的 我认为人跟人只要同性结婚是没问题 他跟电玩人物还是有差别的 but that's my point of view Anyway我回来这里 所以所谓的wedding party 就不是只有结婚的那两个人而已 wedding party就是 例如说你的伴郎伴娘那些的 所以可是我们所知道又远超过伴郎伴娘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在里面 好我们这个故事就不用看到这里了 我们就来看wedding party是什么 好所以回来这里 来这边这个页面 这个页面就 你看一个很酷 总共这么多人结婚 那这些人都有不同的职称吗 大概是 OK so who is who in the wedding party and what are they responsible what are their responsibility or what are they responsible for 好所以我们很快的 换个这个阅览的方式看一下 所以到底谁是谁 这边看 先问一个问题 你到底需不需要wedding party 你也可以不用 两个人去结婚也是ok的 但总之如果说你是有多点人的话 帮手的也不错 这样子 所以他这里才说 your wedding party is the group of people you want to include in the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 big day during the ceremony and at the reception 所以他们的责任 其实在想要结婚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 不是只有婚礼当天而已 其实这里说的时候 所以你看in the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 big day 所以在这个 这个lead up to 就是一路延展到 一路延展到你结婚的那一天 所以真的像挑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连挑婚纱之类的 他其中一个人都有一个角色在里面 好所以下面就讲到 到底是谁了 还有一个字要讲一下 during the ceremony 就是在婚礼中 以及at the reception 所以reception这个字 他就是receive这个字的变化 例如说你现在你在听收音机 这个收音机的收讯好不好 reception好不好 甚至手机的reception也是可以的 可是reception另外一个意思就是 酒会 所以在外国人结婚的时候 我们可能是中国人 亚洲人 亚洲人可以说亚洲人吗 要不要 我们华人好了 华人可能就坐下来吃一餐 所以我们是一个banquet 我们有喜宴 banquet 那西方人多半是没有banquet 他们就是有一个reception reception翻译成酒会 那酒会的话就是你知道 可能有些finger food 你就不是好好的吃一餐 但总之你到现场 然后同乐一下下 那就走人了 没有坐下来吃一餐的传统习俗 那我们是有的 所以他们用reception来说 可以 到底要包括谁呢 来吧 所以下面终于开始了 来maid 所以 maid of honor 或者是matron of honor 或者是man of honor 所以总之就是一个什么什么of honor的意思 那maid大概是最常见 说真的 因为我说真的 如果是man的话 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有点小尴尬 可是那或许只有我 你可能不觉得 那什么意思 你听了就知道 所以我比较常见到的真的就只是maid of honor 那他就是伴娘里面的那个头头 所以伴娘里面有一个最大的 他就叫maid of honor 其他人都叫做bridesmaid 所以等一下就会看到 我先打出来也无所谓 bridesmaid 好那maid of honor干嘛呢 所以maid of honor or matron of honor is the bride's right hand woman 所以他就是他的右手 right hand woman 那他也also known as the bride's honor attendant 所以换一个词 荣誉的这个出席者 honor attendant 那this role is usually taken by the bride's best friend or sister 所以通常是他最好的朋友 或他姐姐妹妹 因为最亲的人 那但是如果他最好的朋友 竟然是个男生 那也可以让这个男生来当他的man of honor 听懂意思了 所以你的伴娘组合里面 最高位置的是个男生 因为你最好的朋友是个男生 我个人很偏狭的想 这个新郎心里一定不太滋味 不过那是我偏狭的想法 或许你会觉得这有什么了不起的 但我会 那你会觉得 干我都已经是要当他老公了 然后你还当一个最好的朋友 是什么概念 but again that's only me 好所以下面这边就有说 if the bride's best bud the best buddy b-u-d buddy 同一个字 or a confidant is male 这 confidant就是你知道 心腹的人这样子 你心腹这样子 是male的话 所以不管是一个friend 或者是一个sibling sibling我觉得就可以接受 如果你的弟弟是你的maid of honor 那他就是你的man of honor 这样子 好 或哥哥 所以you may choose to have a man of honor 所以这是highest honor in a wedding party 所以他就是这个wedding派对 这群人里面最高的荣誉了这样子 而且你有很大的责任 comes with a fair share of responsibilities 包括些什么呢 so you're supposed to help the bride with all aspects of the wedding from planning to selecting the bridesmaid's dresses 所以计划跟选择其他伴娘的这些衣服 因为你知道其实在外国的话 那个婚礼伴娘的衣服都是新娘去提供的 因为要统一嘛对不对 ok in the lead up to the special event they are responsible for things like attending dress fittings and planning the bachelorette party 所以另外的责任就是你要去 新娘要去试衣服的时候 你也要宰 给意见啊什么干嘛的 所以这个dress fitting就是这样的概念 複数 因为可能不止一次 so responsible for things like attending dress fittings and planning the bachelorette party so bachelor跟bachelorette 就是单身汉跟单身 单身女汉 对不起不是女单身的 不是单身汉 汉这个字又男生 所以女生的那个单身要怎么说啊 不管了但英文就是bachelorette ok bachelorette 好所以你知道在婚姻的结婚前一晚 就是那个最后的单身派对 好我们就叫她bachelors bachelors party 那女生的就是bachelorette party 那听说 男生的那个bachelorette party 多半是请一个脱衣姑娘来 让她最后度过一个性感的一晚 这样子 也不是说她们去打炮了 但总之就是 请一个脱衣姑娘 然后把奶奶塞在她脸上 然后她就呀 然后这时候大家就开玩笑 你真的要放弃这一切吗 ok 你真的要放弃这样的人生吗 你要去跟一个女人过吗 这个奶奶你不喜欢吗 之类就开玩笑了这样 所以这就是bachelorette party ok 好 所以在这一天 他们还会提供 在那个special day那一天 他们也会在那里提供一些 情绪上的支持 emotional support so they are there to offer emotional support to the bride as well as provide hands on help with things like bustling the gown or affixing the veil 所以提供一些非常 这个实际操作的帮助 hands on help 像什么呢 就gown就是她穿那个礼服 所以她需要把她那个 拉她那个裙摆 有没有 就把她bustle一下这样子 ok affixing就是去修一下这样子 fix这个字你可以理解 就是去 反正就弄一下处理一下 vail就是她那个偷杀 所以她去帮她那个偷杀 去弄一弄这样 好所以这就是maid of honor 那再来best man best man是谁呢 best man我们一般就翻译成半郎 他的意思真的就是字面上叫最好的男人 我都心里会想说 既然这是最好的男人 你嫁给你现在老公干什么 你嫁给这个最好的男人不是很好吗 但搞笑了 so the best man serves many of the same duties as the maid of honor 所以她基本上就是这个男生般的maid of honor 这样子 so for that reason the groom usually choose his best friend or brother to fulfill this role 没错 所以你就知道groom是谁了 groom就是新郎 ok 所以bride是新娘 groom就是新郎 所以新郎通常就会选她最好的朋友 或者是她的兄弟 这样子 this person will stand by the groom's side during the wedding and will also offer any support that's needed throughout the day 所以她也会待在groom身边一整天 那需要什么帮忙就帮 the best man has a couple of core duties 所以她的核心的任务 plan the bachelor party 刚才说过 bachelor party write a speech for the reception 所以这个就会 她要来写一个演讲稿 help make wedding arrangements 下面又是废话了 就是反正安排婚礼 and in some cases hold onto the rings until the wedding ceremony 所以她需要保管戒指 保管戒指 那bridesmaids 你看这里加附属 因为就是很多个 通常啦 so他们就是close friends 或者亲戚 or relatives of the bride 可以 那传统来说都是女性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有mixed gender的bridal parties 所以这个性别的这个总之是多元化 ok 所以 然后 后面大概就比较废话 总之就是除了这个 medal honor在做的事情之外 他们能帮就帮 大概就这样子 ok 而且这边还有一个字叫bridal shower 其实不知道什么叫bridal shower interesting 好anyway不管了 甚至还会好好一起分钱 split the cost of this event cool ok 好 然后他们也会就走那个红地毯 所以其实结婚这个词 虽然说我们很久以前讲过 但是现在很久没讲了 就讲一下下 你当然可以就get married 对不对 那你也可以用tie the knot not 这也是常听到的说法 这跟中文基本上一模一样 我们中文叫地结连理 对不对 地结绑起来 所以英文也叫tie the knot in knot 这个字就是打一个结的概念 还有一个常听到 walk down the aisle walk down the aisle 这个isle 这个是不好评 AISLE 就是走到 像shopping mall里面有走到 shopping mall 应该讲说是那种 加勒服之类的吧 那种叫什么大卖场 走到costco的大卖场 所以那个走到 那你想象一下教会 教会两边排了很多椅子 对不对 那些椅子也有一个很特别的词 叫pew P-E-W 所以在这个一团一排一排的pew 中间就有一个aisle 所以结婚的时候就走 我们讲走红地毯 可是西方就说走那个走道 所以walk down the aisle 意思就是结婚 ok 还有一个叫take the plunge take the plunge 这个也常来表达 plunge是众生入水 所以你要众生入水 进入这个婚姻的海里了这样子 ok 一般用海来比喻事情 不是来比喻婚姻就是 我们叫上岸才叫做 好anyway 这测缘了 好所以 这边也说了 这个bridesmaid walk down the aisle ahead of the bride 所以你知道伴娘先走 所以walk down the aisle 这边写没问题 好那可以 然后groomsman 所以刚刚讲的bestman bestman就是那一个 或者讲首席的这个伴郎 所以其他的就叫做groomsman 这样子 所以这个词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 我们常知道 我们常听说bestman而已 可是其实其他人就是groomsman 那而且我们现在近日近日 性别的那个词汇 man这个字就不被接受 所以现在已经可以 把man变成people了 ok groomspeople 那你可能会想说 前面讲那个bridesmaid maid的是女仆 难道女仆不能用一个中心一点的 不要用女性 女生的那个感觉在里面吗 我也不知道 ok 那那个字我们就是没碰就是了 但总之man这个字 就通常可以变成people 像例如说chairman 我们叫做主席 可是早就已经可以改成chairperson了 这样子 好anyway 所以他就是bridesmaid的counterparts 这个counterpart就是他的 他的对应角色 counterpart 我这样解释 我这样没解释 对不起 什么叫对应角色 我用另外一些例子来解释 会更清楚一点点 假设你是Honda这个车厂 然后我是Toyota这个车厂 甚至还有另外一个人是Diamond Chrysler 所以Chrysler这个车厂 这三个不同的世界车厂 在台湾可能都有总代理 所以你是Honda的 我是Toyota 他是Chrysler的 我们三个就是彼此的counterpart 就在某个组织里面 你的高度 跟我在另外一个组织里面的高度一样 我们就是彼此的counterpart 所以要之间你是一个什么 你是宏都拉斯的外长 你在美国驻派 那我是台湾的外长 萧美琴 不是萧美琴 对不起 而且也不是外长在驻派 我在讲什么 就你是宏都拉斯的大使 然后你驻派在美国 然后我是萧美琴 我驻派在美国 那我跟你宏都拉斯这个大 这个大使就是互相的counterpart 所以就在懂意思 所以在wedding party里面 刚说的这个bridesmaid 就是女生的帮手 那男生的帮手就是groom's man 所以他们彼此是彼此的counterpart ok 所以这样听懂了 counterpart 就是你的对应的那一个 跟你同等阶级的人 好啦anyway 所以他们也是有同样的duties 那既然同样的duty就算了 我们也就不堪了 那下一个就是刚说的那一个 要侏儒去办 要矮人去办的那两个角色 flower girl 所以并不是所有的wedding party里面 都有flower girl 不是我们都知道藏友就是了啦 那他是干嘛呢 他就在那边撒花的 所以通常是一个niece 就是外甥女 或者侄女 同一个字 younger sibling 或者是你这比较小的 sibling就你的手足 就妹妹 或者家里的朋友这些的 所以traditionally female 一般来说是女性的 可是现在总之 没差了我想是ok 所以but that is in no way set in stone 所以这个东西是没有set in stone 也就是说磕在石头里 就是不能该的 so many couples have cats boys grandparents and pets in this role 好酷喔 所以男孩子也可以 祖父母都可以 甚至宠物都可以 你的狗之类的 好 所以walk down the aisle 撒花 所以一直撒那个花瓣 花瓣叫做petal p-t-a-l 不要把跟这个字搞混 petal petal是踏板 所以钢琴的踏板 或者脚踏这个踏板 都可以用petal这个字 好所以撒花了 那没问题 然后male counterpart 叫做page boy ok 所以还有个词叫page boy 那他就走在那个flower girl旁边 ok 好可以 那没问题 那ring bear是谁呢 下一个 所以这个bear这个字 除了是熊之外 还有就是宰东西 所以宰着东西的人 就是bearer 所以他叫做ring bearer 那ring就是戒指 所以他的名字 就如同他的名字说的 the ring bearer is the one who carries the ring down the aisle 所以我们刚刚说 伴郎可能收着那个戒指 然后等到真的要走地毯的时候 他们就把那个戒指给那个小朋友 那小朋友放哪里啊 他会捧在手上的一个容器 那他那个戒指就在上面 大概是这样 ok 好所以 yeah 所以这是一个 另外一个可能有的角色 还蛮酷的我觉得 然后再来就是妈妈啦 爸爸啦 什么这些的 所以mother of the bride father of the bride mother of the groom father of the groom 这些就废话 这些就不用看了 下一个叫usher 这个也是一个那个 也是一个男歌手的名字 嘻哈歌手 黑人 那好像叫亚瑟小子 很久没出来了 那他的发音叫usher 那他什么意思 他是那个带位的人 所以啊 请问我的座位在哪里 我带你进去 带人入席的 这就是usher的其实 ok 所以他的duty比较少 大概就这样子 好 带人进去 所以你看 所以their duty is to greet guests and show them to their seats yeah there you go 所以能够做的很多 我就当过好奇事usher 说实在的 因为我没有那么多熟朋友 但我也当过奇事伴郎就是了 好 然后officien就是主持婚礼的人 通常就是一个宗教的一个人物 这样子 ok 好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像什么candle lighter 什么hat a bin 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穆斯林那个东西 所以这个我相信没有穆斯林的观众 所以下面我就不太说了 无所谓 还有什么叫做cumbado 这是希腊的 好 所以你看外国人的这个列的真的是非常清楚 很多 好 你的婚礼有没有这样处理呢 我也不知道 我自己结婚过离婚过 可是我当时是没有办婚礼就是了 自己傻傻的年轻自己跑去登机 然后也就轻松的离的婚了 所以但总之我就知道婚姻不适合我 所以我到现在就是处理很开心的单身的状态 但我也没有抵制婚姻 我只是抵制我个人的婚姻而已 所以 If you want to get married Be my guest knock yourself out 这两个片语我们上礼拜都讲过 有兴趣可以自己回去看 OK 好 我是Paul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